我們先敬禮傳承主師 敬禮兩名和尚 敬禮撒迦正空上師 敬禮十六四大八法王喀瑪巴 敬禮圖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譚成三寶 敬禮同修本尊 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如來 師母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的貴賓 是中國中中委會會計師 特麗莎師姐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新燈節目製作人 徐雅琪師姐 國立成功大學奠基工程學系教授 王李博士 伊忠博師 莊敬耀醫師 李卓華醫師 好 Good evening 你好,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好,我們今天晚上是同修阿彌陀佛本尊 那麼阿彌陀佛呢 在大家都知道的 這個不用介紹 因為每個人出家人見面 或者學佛的人見面 都會合掌 然後念的就是阿彌陀佛 每個人見面合掌都會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他有他的秘密 秘密呢 就是無量光 無量的光明 還有無量獸 獸命沒有止盡 成為無量獸 無量光 無量獸 他的秘密 那麼他的淨土 是最 所有的淨土裡面 最莊嚴 最美麗 最beautiful 阿彌陀佛的淨土 那麼很多人 都每一個人回向 都希望到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的淨土 這是最有名的淨土 最有名的一尊佛 那麼不用介紹 大家通通都知道了 很多人不知道其他佛的淨土 就只知道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 其他佛很多淨土 這個 一般人不曉得 但是 我們念佛的時候 也要念這個 他的兩邊的侍者 一位就是這個觀世音菩薩 一位是大四字菩薩 那阿彌陀佛的心咒呢 叫 OM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的心咒 就是 OM 阿彌陀佛 那麼大四字菩薩的心咒呢 就是 OM シシ SO SOHA 就是 這個 西方三聖 他們的心咒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彌陀大法 像淨土中的念佛法門 完全就是 講 念阿彌陀佛的 就是持民念佛 很多人都修這個法 這是 這個叫做義行道 義行道 比較容易做的 佛教徒本身來講 比較容易做的 每天念 出門的時候 念十念法 就是 吸口氣 一直念 念到 呼氣 然後 再吸口氣 一直在念 念到呼氣 十 念十遍 就可以出門了 這叫 十念法 十念法 那麼 念佛也有很多的法門 有所謂的 慈民念佛 是一般 一般淨土 講究的 慈民念佛 就念他的名字就好 南無阿彌陀佛 這樣 以前我們在聯社 在台中聯社的念佛是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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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 Mo Amitofo Nam Mo Amitofo 就是 這是六日的 也有四日 也有六日的 那麼不管怎麼唸 佛 阿勒拉阿安摩 阿彌陀佛 這也是一種唸法 每一種唸法 都是不太一樣的 那個 只要屬於你哪一種唸佛 你就唸哪一種 你喜歡哪一種你就唸哪一種 那麼也有 觀念 Nam Mo Amitofo Nam Mo Amitofo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觀象唸佛 再進一步觀象 你這個阿彌陀佛 我平時啊 在跟大家在外面唸佛 繞佛的時候 我觀想那個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就想念 他像天那麼高 在前面 那一路念 一路想念他 這樣 就是觀象唸佛 想著他的形象 來唸佛 在試唸 在大雄寶殿裡面唸佛 我就不一樣 我沒有把他想的那麼高 他穿過屋頂 我是想說 這樣子 阿彌陀佛變得這麼小尊 這麼小 金色的 放光 手上也一樣是持著蓮花 一隻手是一眼印 一隻手是持蓮印 那麼這麼小尊的阿彌陀佛 就放在我的這個 腦海的胸前 這個 上丹田的地方 這麼小尊 那我一路念 那個佛 就想念 前面那個金身這麼小 你可以把它 放得非常的大 像虛空一樣大 你也可以把它收得 像三寸釘這樣子的阿彌陀佛 放在你的胸前 放在你的眉心 眉心前面一樣 這麼小 然後一路念阿彌陀佛 一路想這一尊的阿彌陀佛 那整個你的接受不一樣 這阿彌陀佛有來沒有來 師尊是知道的 每一次我們在大雄寶殿裡面念佛 他就有來 在外面也有來 念他他就來 這就是相應的現象 那麼你有了相應的現象以後 你絕對能夠往生 這個已經保證了 這就是相應的現象 你知道他 喔 就在你前面 然後 你自己就變成 你甚至你自己就變成阿彌陀佛 那一路念阿彌陀佛 自己就本身就是阿彌陀佛 在念阿彌陀佛 那這種就是相應的現象 那你有相應的現象呢 你臨終的時候啊 要離開這沙佛世界 你就一心想念阿彌陀佛 心念默念阿彌陀佛 他自然 他就來接引你 你就跟著他走 因為你平時都跟他在一起 臨走的時候他不會離開你 那很簡單的道理 這個你平時他都出現了 何況臨終那麼最重要的那一刻 他一定就在你的旁邊 就在跟你合一的 然後他就接引你到西方極樂世界 這阿彌陀佛非常好 他不會 你相應了 他就不會跟你離開了 這保證往生 我們密教裡面講 你跟自己本尊相應了 你就有往生的把握 你跟自己的本尊不相應了 你說到底來了沒 那就沒辦法 阿師尊為什麼不買這個樂透彩 為什麼 你求阿彌陀佛啊 給你指點號碼 這個六個號碼 六個號碼嗎 六個號碼嗎 樂透彩是六個號碼 美國的樂透彩是六個號碼 他跟你指點 拜託你跟我看六個號碼 我就去那裡自己選 六個號碼 不用電腦選了 自己選六個號碼 那也能夠中獎啊 好處很多啊 你可以幫助所有的人 蓋靈障礙事啊 可以這個做道場啊 布施啊 很好的事情啊 為什麼師尊不做 師尊跟瑤石金母相應呢 瑤石金母也要告訴你號碼 阿彌陀佛要告訴你號碼 師尊命中沒有偏才 不敢強求 有一次我求他 他真的顯現了 這個在晚上啊的時候啊 在做夢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螢幕打開 他裡面就是六個號碼 天啊 這個我數日啊 不太懂 我數學不太好 而且記憶力不是很好 欸 看他一遍 趕快再記 這是什麼號碼 什麼號碼 什麼號碼 啊 趕快 這個醒過來 一醒過來 趕快拿筆 一下床 還是只記得三個 撕掉三個 記得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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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三個 哎呀只有三個 那其他三個呢 忘掉了 就在看啊 沒有了 命中沒有偏才 那你怎麼辦啊 你乾脆 就 天天有命啊 人家那個 那一個 蓮花首賣 啊 啊 種了五千 五千五百萬吧 五千五百萬美金的那一位啊 五千五百萬美金的那一位 那一位 蓮花首賣 他在 這個 前幾個 在買彩劍的那前幾個晚上 他們夢見諸佛菩薩現身 放光夾止他 夢見師尊顯現 跟他講 你會種彩劍 然後他就發了這個五塊錢吧 啊 啊 五塊錢 才五塊錢啊 就去買一張彩劍 啊 填 就 電腦顯號的 是電腦顯號吧 不是自己選的 電腦顯號 欸 他覺得會中 然後 當天開獎 那天晚上 他先生躺著睡覺 他太太 他就說 欸我們有買彩劍 你要對一下 然後 他太太去對 對了一下 回來告訴他 說 真的中獎啊 兩個人跳起來 這個先生從床上跳起來 兩個人抱著跳舞 像花狂一樣 抱著跳啊 抱著一直跳 跳都不停 啊 中彩劍 所以我們要中彩劍的 跟大家講 你如果看到佛菩薩 放光加持你 看到有菩薩跟你講 你的本尊跟你講 你中獎 你會中獎 那時候再去買 才不會浪費五塊錢 每天買 每天買 求師真加持 師真當然加持 師真 當然 你彩劍哪來 師真當然每一個都加持 但 不會不加持的 一定加持 對不對 但是 真正的本尊沒有給你加持 你修行的本尊沒有給你加持 佛菩薩沒有放光啊 也沒有本來一個菩薩說 你會中彩劍啊 如果聽到說 佛菩薩講說你會中彩劍 你就去買啊 沒有跟你講 你買了浪費金錢 你買了浪費金錢 現在一張多少錢啊 現在 一塊錢啊 一張一塊錢啊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相應了 有好的現象會出現 有很好的現象會出現 至少你能夠往生佛國 相應了 佛國絕對不會離開你 本尊不會離開你 護法不會離開你 喪屍也不會離開你 所以我在念佛的時候 我知道阿彌陀佛下降 那麼這 就在你的眉心 眉心這邊 一個很小尊的 它也放很大的光芒 那將來你要往生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子就走 很容易的 好 那麼我們今天再講大爺滿法 先講個笑話吧 這個妻子跟老公吵架 一衝動呢 就站在 這個老婆一衝動 就站在窗前喊 我不要活了 我是萬念俱灰了 了無生氣 我不要再活下去了 我的人生如此灰暗 沒有任何希望 我不活了 老公開口了 老婆別這樣 人生還是有希望的 老婆這個 淚眼薄沙的 回過頭來問 什麼希望 她的老公回答 最近我們的這個 附近的服裝店 今天打七折 人生還是有希望的 你們念佛 念到本尊相應 修阿彌陀佛法 修到本尊相應 往生都有希望 你也不會跟阿彌陀佛吵架 阿彌陀佛也不會跟你吵 你也不會跟他吵 反正你跟他吵也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你吵了半天 他到底有沒有聽到 還不清楚 所以不用吵 這個反正你念他就對了 你一心嚮往他 持你的本尊咒語 修你本尊的法 總有一天 他會現身在你面前 你相應 你也會自己知道 相應了自己都會知道 那我們講大野蠻法 這個大野蠻法 就有人問我 說師真你講大野蠻法 講那麼久了 那大野蠻法 到底有什麼灌頂 有什麼灌頂 其實大野蠻法的灌頂 跟我們平時在修法的灌頂 其實相差不大 但是有兩個比較重要的 有兩種是比較重要的灌頂 將來要給大家灌 為什麼說相差不大呢 其實灌頂 在密教裡面灌頂 就分成四個次第 就是一層一層的 第一層的灌頂 我們稱為平灌頂 就是用灌頂瓶 這個瓶灌頂 第二層的灌頂 就是屬於內法的灌頂 那是要吃下紅色的花 跟白色的花 那你花呢 要供養花的時候 要供養很多的花 但是只吃下一片的 紅色的花瓣 跟白色的花瓣 白色的花瓣 表示白菩提 紅色的花瓣 表示紅菩提 也就是開始修內法 你只要平灌頂相應了 就可以進入第二層 現在也有這樣子 還不到相應 但是你已經開始修內法了 就是內法 跟本尊一起修 一起合修 上師本尊內法一起修 就有二貫 紅白花 那麼三貫呢 就叫做觸貫頂 就是無上密布的貫頂 那必須要 因為你內法已經成就了 你認為你通通成就 也懂得空性 也懂得這個 無肉、佐佛、明典 你都修得差不多了 那你到了無上密布的時候 就叫做觸貫頂 觸貫頂是兩個人 一起來貫頂 不是一個人 兩個人一起來貫頂 就是一對夫婦一起來貫頂 就是有一個倒瓣 你已經有一個倒瓣 那麼 再做觸貫頂 觸貫頂呢 就是用筆 用筆 這個 以前不是用筆 現在因為是時代潮流 就用了筆 筆沾紅色的 也就是紅色的珠沙 然後去觸 去觸 這個是觸貫頂 然後是三貫 那麼四貫呢 其實就是大圓滿法的貫頂 大圓滿法本身來講 有很多 有各種形式的大圓滿的貫頂 讓激光法也是大圓滿的貫頂之一 其中有兩個比較重要的 一個重要的幾乎到了最重要的時候 師尊會給大家做這樣子的貫頂 一個就是五佛岩頂貫 師尊在十六四大寶法王喀瑪那 喀瑪巴那邊 做過五佛岩頂貫 五佛岩頂貫 他是先教你 什麼叫五佛岩頂貫呢 就是 眉心倫 必如遮那佛 喉倫 阿彌陀佛 心倫 阿出佛 激倫 寶生佛 密倫 不空成就佛 跟你的四肢 兩隻手跟兩隻腳 都是不空成就佛 那麼這也是一種觸的貫頂 好 觸這邊 觸這邊 觸心倫 觸季倫 這個 觸密倫跟四肢 但是你觸 觸冠頂比較麻煩 這個叫 我們現在就流行 避免變成性騷了 你觸 好 這個 心倫 做這個 五佛岩頂貫 你這個阿出佛貫頂 是要觸在 那女生就觸在四月線 啊 不行了 那不行 那怎麼辦 那這 遙觸 遙觸就是 拿著這個 拿著這個五佛的翻 然後 然後 在你胸前上一指 這就表示觸冠頂 你不能真正的 好像說以後當上師的出去啊 師尊講說要觸密倫冠頂 密倫不空成就佛 好 那完了 那你不是 這個不行了不行了 這個只能夠用遙的 遙觸 遙觸 就是說哪做五佛翻 點一下 指一下 這個就是表示觸冠頂 那麼這裡呢 就是 遙觸這那佛 跟佛母 侯倫 遙觸 那個阿彌陀佛 跟佛母 心濟 阿楚佛 跟佛母 濟倫 寶生佛 跟佛母 密倫 四肢 是不空成就佛 跟佛母 這時候啊 你就觀想佛父跟佛母 這個 留下的所有的甘露 在頭 在喉 在你的心 在你的技 在你的蜜 在四肢 全部都是五佛的甘露 五佛的甘露 很清涼的甘露 灌頂完了 很清涼的甘露 充滿全身 然後把自己所有的 一切的業障 從 這個你的毛細孔 全部流出去 黑色的全部流出去 這個就是 五佛眼頂觀 他會教你 那你要怎麼觀想五佛 會教你 觀想五佛 觀想五個佛母 跟五佛 那麼他們流出的甘露 充滿你的全身 然後把所有的 你身上的污秽 全部排掉 完全清除你的 身口意 的污秽 跟氣脈明點的污秽 這是一種觀點 五佛圓頂觀 那時候他會教你五佛的所印 五佛的咒語 五佛的咒語 五佛的所印 五佛的形象 那這一種觀點就是 就是很重要的 修大爺滿法的觀點 再看看有什麼笑話 有一對夫妻關係不好 丈夫呢 常常想著 要把妻子離婚 另外再起 妻子便 威嚇丈夫說 有朝一日 你要是敢變了心 我會買 買藥毒死你不可 丈夫說 你下途之前 千萬要告訴我 我提前寫好遺書 求這個 這個法官啊 別判你死刑 妻子十分高興講 到底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難得你還對我這麼好 丈夫說 不是的 因為我怕這個法官 判你死刑 你英魂追到陰間 我又不是 我不是又得跟你過日子嗎 哇 這個恨得厲害 我們修這個五佛眼頂觀 是跟五佛非常的親密 跟五佛非常的親密 五佛 就等於大圓滿法的第二代祖師 第二代祖師 你修大圓滿法 就是要跟他親密 絕對不能分離的 時刻都不能分離 灌了頂以後 你時刻都不跟你自己的這個灌頂的這些諸尊分 分離的 不可以分離的 所以我們跟我們的本尊啊 跟我們上司啊 跟我們的這個父法 是時刻不分離的 時時想念 不能跟父法吵架 也不能跟上司吵架 也不能跟上司吵架 也不能跟你的本尊吵架 本尊吵架就完了 就很麻煩 本尊一不理你啊 你這一世永遠不要想相應 護法一不理你啊 你永遠不要想相應 另外你跟上司吵架 跟上司講道理 最好不要講道理 因為講道理絕對是吵架 不講道理 不講道理最好 但是不講道理 其實 你有你的道理啊 我有我的道理啊 只要講道理就是完蛋了 最好什麼都不要講 沒有什麼道理好講 因為你跟你先生講道理 像女士啊 說跟你先生講道理 那差不多也是要吵架 那先生跟太太講道理 太太還跟你講道理啊 太太是沒有道理可以講的 你只有聽她的啦 你看 所以講道理 這絕對不是好現象 不要跟你上司講道理 因為你跟上司講道理 上司一定把你 Lay off 對不對 這絕對不能講道理啦 你跟政府講道理 好你有你的道理啊 他暗中啊 這個 監聽你的電話 你講什麼道理 我就找你毛病 絕對完蛋了 最好什麼道理都不要講 你也不要跟你的上司講道理 不要跟本尊講道理 不要跟護法講道理 沒有什麼道理好講 總之我們以前當軍人 軍人的天職是什麼 服從 就是服從 我服從你 你長官講了 我就是服從 無論怎麼樣 就是一個服從而已 沒有什麼道理好講 不要講笑話了 再講第二種灌頂 這一種灌頂更大 要灌什麼頂 阿瑪爾達佛 阿瑪爾達佛的灌頂 阿瑪爾達佛 就是本出佛 本出佛的灌頂 就是大圓滿 第一位傳法的祖師 就十六地的佛 阿達爾瑪佛 畢如這那佛 還是十三地的佛 阿達爾瑪佛的灌頂最大 你得到阿達爾瑪佛的灌頂 你大圓滿法什麼都可以修 什麼灌頂啊 也是一樣 阿達爾瑪佛 佛父跟佛母 住在你的眉心輪 喉輪 也是阿達爾瑪佛 也是佛父跟佛母 在你的心輪 也是阿達爾瑪佛 跟佛母 在你的祭輪 也是阿達爾瑪佛 在你的密輪 也是阿達爾瑪佛 在你的雙手雙腳 也是阿達爾瑪佛 因為除了這尊佛以外 這尊佛只要一出現 本初佛 本初佛只要一出現 所有的佛 全部化為本尊佛 全部都是 就是他就是全部了 他就代表全部的佛 所以你觀想 所以你觀想 你的眉心輪 阿達爾瑪佛 跟佛母 猴輪 阿達爾瑪佛 跟佛母 這個心輪 阿達爾瑪佛 跟佛母 祭輪 阿達爾瑪佛 跟佛母 密輪 阿達爾瑪佛 跟佛母 四肢 也是一樣 阿達爾瑪佛 跟佛母 阿達爾瑪佛 阿達爾瑪 阿達爾瑪 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的咒語 他的首印 就是 必如遮那佛 必如遮那佛的首印 一樣的一個咒語 五佛來講 五方佛 代表五種 五種知慧 合起來就是阿達爾瑪佛 也是中央 必如遮那佛 五種知慧 全部在你的印上 全部在你的印上 也是這樣子的一個 五之印 五之印 五之前印 就是這樣子的 五之前印 那麼 他有他的形象 藍色的 佛母是白色的 他是藍色的 佛母是白色的 那你有了形象 有了所印 有了咒語 接受這個灌頂 就是大圓滿最大的灌頂 大圓滿最大的灌頂 是有形象的灌頂 還有所謂暗示的灌頂 還有很多暗示的灌頂 我跟大家講 什麼是灌頂 我們現在的灌頂比較隨便 這個本來是給大家方便 以後就變成隨便 方便 給大家方便 那麼大家 以後大家就變成隨便 隨便呢 寄一百塊錢 給師尊 師尊 你講的本尊那麼多 都可以搖灌的 一百塊美金 一塊錢灌一個頂 就是一百塊 所以請師尊給我灌一百個灌頂 一百個灌頂 就寄一百塊要灌一百個灌頂 一塊錢一瓶 哇他一下子就灌了一百個頂 這就是給大家方便 就變成隨便 搖灌頂 有很多搖灌頂 他一次要灌 哇 好多的 好多瓶 你到底有沒有修啊 一百瓶當中你修哪一瓶啊 一百個頂你到底有修哪一瓶啊 你有修一瓶你就非常了不起 就修那一瓶就好 其他九十九瓶你都不用 不用搖灌頂 至少一百塊錢的美金 還可以買一點貢品 剩下來還可以包一個紅包 好 所以 這灌頂不是開玩笑的 在密教以前藏密灌頂 像 做阿彌陀佛灌頂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是阿彌陀佛本 那個 那個 同修阿彌陀佛 你絕對這個寶瓶裡面 要做阿彌陀佛灌頂 好 你先修阿彌陀佛法 上師先要修阿彌陀佛法 然後 以這個寶瓶在你前面修 你看見阿彌陀佛 或者他的靈光 進到這個寶瓶 真正阿彌陀佛的甘露 在這個寶瓶裡面 阿彌陀佛 在這個瓶子裡面 他流出來的甘露在這個寶瓶裡面 這時候修頂 持著法器 你修阿彌陀佛法 念阿彌陀佛的心咒 你感應到 相應到阿彌陀佛進入寶瓶裡面 這個時候你才有資格 以這個來給弟子灌頂 如果阿彌陀佛 你說好 我給你們阿彌陀佛灌頂 那我也沒有修阿彌陀佛法 那你們也沒有修阿彌陀佛法 好啦 阿彌陀佛沒有請來 我這個水就給你灌頂 那個叫做尿水灌頂 尿水灌頂 一點益處都沒有 白開水灌頂 白水灌頂 白開水會把你燙到 白水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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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 觸定 本尊確實進來了 這個時候你持平給他灌頂才有用 在西藏呢 他們要唸阿彌陀經 至少唸七天七夜 一直唸經一直唸這個經 你要灌這個 像明天啊 像明天啊 我們有這個明天的附魔 是做那個 OM 麻利之一首哈 是麻利之天的灌頂 那你至少有做附魔 請了麻利之天來 那麻利之天啊 這個家 進到我的身中 我再加持那個麻利之天的帆 這個船帆 那就可以給大家做灌頂 那個就可以 你麻利之天 你做了麻利之天附魔 麻利之天沒有下降 你就給人家灌頂 那個上司就促了法 就違規 就有過失 受灌頂的也有過失 所以一般來講他們 在藏密做灌頂 他先做沙曼陀羅 沙曼陀羅至少要做三天 沙曼陀羅 好像十人金剛 他做十人金剛的沙曼陀羅 然後念十人金剛序 就是念他的經 祈求十人金剛下降到沙曼陀羅 然後再讓弟子 進到這個十人金剛的壇城 接受上司的加持給你灌頂 這樣子才算是灌頂 至少他你要念十人金剛的經典 最少要念七天 很嚴格規定的 像我們現在灌一個頂 拿著紅包 走過去就是了 跟著這個節拍 走過去 搖搖擺擺這樣走過去 灌了 什麼東西灌頂 你心裡你要知道 你要截十人金剛的手印 要念十人金剛奏 你不能說 噩哈卡馬拉瓦拉雅所哈 你不能噩哈卡馬拉瓦拉雅所哈 噩哈卡馬拉瓦拉雅所哈 就一邊跳舞一邊過去這樣 你腦海裡面還要想著 十人金剛是什麼形象 所以身口意都在十人金剛 這代表身 念咒代表口 意念就代表形象 身口意都代表十人金剛 這樣走過去 這個時候的灌頂 十人金剛才會加持你 不然大家反正拿著一個紅包過去 好啦 紅包丟下去了 一塊錢 一塊錢的那個硬幣 兩塊錢相創 我不知道那個硬幣現在有多少錢 一塊錢的硬幣 美金 美金25千 五千 沒有一塊錢的啊 有一塊錢的 總之不要弄想出來 一想出來 這個人家就知道你放得很少 要放下去沒有聲音 這個 要省重 要省重 就是說你重於這個法 你就要把恭敬心拿出來 把你恭敬這一尊的心拿出來 因為不代表什麼 但是你也要獻供養 好像我們灌頂一定要供養 獻供養的話你們用這個好像是說 你金剛神要用酒 要用生的牛肉 酒啊跟生的牛肉是必備的 如果是你灌頂的是菩薩 那你用鮮花素果就可以了 或者你用餅乾用什麼 你喜歡的 你喜歡的 佛跟菩薩用你喜歡的 那個如果是天神 那個天神喜歡什麼 你最好供什麼 讓他心翻起下降 然後來給你灌頂 不是上司給你灌頂喔 不是我給你灌頂 你灌哪一尊就是哪一尊下來給你做灌頂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灌頂在密教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關鍵 你能准許你修那個法 就是灌頂了以後 也就是准許你修這個法 你做了大圓滿的灌頂 就准許你修大圓滿法 那五佛圓頂罐最高 還有壁盧哲那佛 這個阿達爾瑪佛 是最高最高 那五佛呢 是赤的祖師 阿達爾瑪佛是最巔峰的佛 最巔峰的佛 大首印大圓滿 他的傳承都來自於阿達爾瑪佛 所以白教的大首印跟紅教 靈馬派的大圓滿法 跟這個格己派的大首印法 同樣一個祖師 那麼他第一個傳的是五方佛 大圓滿法第一個傳的是五方佛 那大首印法第一個傳的 就是寶毅童子 寶毅童子就是蓮花童子 所謂格己派的大首印法 所謂格己派的大首印法 師尊前學過大首印 他有四個冠頂 專利瑜伽 黎系瑜伽 一位瑜伽 烏修瑜伽 這四個層次的冠頂 其實是一樣的 跟所有的冠頂是一樣的 這四個瑜伽 這個專利瑜伽 一位跟無修 你真正修到最高的大圓滿 就是無修 真正大圓滿就是無修 那麼你這個冠頂有冠項出來是最好 沒有冠項出來也不要緊 你修到冠項出來 什麼叫做冠項 修大圓滿法 也有所謂的冠頂 的時候也有第一次冠頂就出現冠項 第一次冠頂你就看到明點空觀 明點空觀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薄葉光 顏的 白白的一圈一圈 發亮的 再放大一點 它裡面有彈層 有曼陀羅 有曼陀羅在裡面 本尊就坐在那一圈光裡面 你看到的光是明點空光 也就是叫做薄葉光 薄葉光 也就是本尊的彈層 本尊的一個彈層 嚴型的一個彈層 非常漂亮的 照到薄葉光的請舉手 照過薄葉光的 白色的 顏的 很多人照過光 很多人拍照的時候拍到 尤其在做法費的時候 你拍到 好多的光 很多的佛菩薩下降 還有 你不要以為都是佛菩薩的 也有天神的 也有精靈的 也有鬼的 也有鬼的 尤其你在做超渡的時候 做無哲的超渡 拍到的 都不不微 小小的 小小的很像霧一樣的 那個都是鬼靈 很多是鬼靈 所以你啊 以前我記得圖登達爾吉上司 給我一個水晶球 一個水晶球 然後盧斯珍這個水晶球給你 我說給我水晶球做什麼 我家裡有好多水晶球 然後我有這麼大的水晶球 也有別的顏色的水晶球 白色的水晶球 他跟我講 你不知道啊 這個水晶球叫做明點空光的代表 師父給你一個水晶球 用水晶球給你加持 給你暗示 就是叫你看明點空光 剛剛我在這邊修法的時候啊 我看到的是什麼 彩虹 Rumbo 好 我經常啊 因為要 就剛剛入定啊 入三昧地 眼睛一閉 我做了幾下保瓶器 靜下來 然後我就看到 看到了彩虹 眼前就有彩虹 哇 這個就是一種像 一種像 你看到了第二種的冠像 就是彩虹 大眼蠻有四種冠像 夫妻兩個人吃飯的時候 妻子講 你現在怎麼老是挑 魚身上弱多的地方吃 記得我們談戀愛的時候 你都只吃魚頭跟魚尾 一身都留給我的 丈夫說 現在情況不同了嗎 現在我是在吃魚 當時呢 我是在釣魚 結婚前跟結婚後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是這樣子喔 你受了灌頂 就代表結婚 你跟這一尊結婚 你跟這一尊結婚 結婚前 你什麼都沒有看到 你灌了頂 大眼蠻把灌頂給你的時候 你如果產生灌像 或者你修了 產生灌像 可以看到彩虹 倫波 倫波的光 非常的好 這是好的灌像 表示說 你在修行當中 你可以看到明點空光 看到彩虹 都是好的現象 像真的 你會修這個法 會有成就 如果你灌這一尊 你有了灌像 那表示你修這一尊 絕對是對的 絕對就是對的 修這個法 絕對就是對的 你沒有產生灌像 也不要緊 努力的修還是會出現灌像 一出現灌像出來 就表示說 這個就是絕對對的 這一尊就絕對是你的本尊 那灌像也有很多種 那麼這裡講的是 大圓滿法的四種灌像 再來 一個 你看到日光 看到太陽了 眼睛一閉 太陽出現 太陽光 太陽光出現 看到太陽光 就是 你修這個大圓滿法 絕對會成功 你灌完那頂 看見夜亮 夜光 看見夜亮 發出光芒 也表示 你修這個法是正確的 它出現了灌像 另外還有 出現五色光 五色光 什麼是五色光 地 水 火 烘 空 五種顏色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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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過這個 觀音深彈成的法 幾首一下 觀音深彈成 你觀想觀音深彈成的時候 先觀想地 地的光 水的光 地水 火的光 烘的光 然後再來出現觀音 四個顏色就可以了 空是沒有光 空是沒有光的 地水火烘 四種顏色的光 出現在你面前 也是灌像 眼睛一閉 一看 灌點完了 眼睛一閉 一看 喔 師尊現在 沒有灌點 但是我看到明點空光 排成 一大排 很長很長的 明點空光 就是 整個 整面都是明點空光 都可以看得見 一定看得見 你修大英漫法 一定 受了這個五佛圓頂觀 跟這個 阿達爾瑪佛的觀 就可以看到四種觀像 地水火烘的光 地水 地是什麼顏色 黃色 水是什麼顏色 綠色 綠色 火是什麼顏色 紅色 紅色 紅是什麼顏色 藍色 對 你看見這四種顏色 產生出來 或者你看到 只有一種顏色 也可以 地水火烘 這四種顏色出現 有觀像 你修這個法 絕對是正確的 你修這個法 你看到 彩虹 Zumbo 也是好的 修這個法是正確的 你看到明點空光 剛剛我眼睛一閉 一整排全部都是明點空光 明點空光 一整排 這個表示修這個大圓滿法是正確的 難怪你再看到 太陽的光 跟夜亮的光 就表示你修這個法是正確的 而且一定會有成就 一定會有成就 那沒有成就的 眼睛一閉 哇 無沙沙 一團黑暗 一陀 一陀黑暗 那就慘了 這好像 是這樣 有一個年輕人 爬山涉水 經歷了很久 終於找到 隱居在山中的禪師 他迫不及待的問 我長得愁 我該怎麼辦 那個禪師就跟他講 長得愁啦 就應該像我一樣 青年點點頭 心如止水 獨善其身 這個禪師講 不 長得愁 就要像我一樣的 趕緊找一個深山抖起來 這個不是怎麼好笑 不過告訴大家 你要修行 真的 不要 要 像大索印法 第一個 是鑽醫瑜伽 你要鑽醫 的時候 你必須要 要閉關 閉關就是離開人情 你要 離系 離開人間的遊戲 那就是在深山裡面隱居 這兩個都是 一位 你就可以下山 你到達一位的時候 你已經跟本尊相應了 你已經修行有成就了 跟本尊相應 你可以下山去度眾生 就可以在人情當中 漸漸的去度化眾生 那師尊也要閉關的 也要閉關的 剛來美國就在林仙閣 也閉關了一段時間 隱居的時候 除了吃飯出來 其他時間 都是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吃飯當然要出來 因為我自己不會煮飯 連擊上司 雖然這個 當我的使者 那 他也不會煮飯 他也是男生 也不會煮飯 所以我們兩個人都出來 吃那個自助餐 自助餐是最簡單的 台幣50塊 等於美金多少錢 一塊半 一塊半就一餐 50塊錢 台幣50塊 那時候吃的台幣50塊 我回來瘦了20公斤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台灣三年半 閉關 回到美國來 瘦了20公斤 瘦了20公斤 20公斤 20公斤的肉很重 那時候才剩下多少 哇好慘 我不知道幾磅 反正瘦了20公斤 回來一量瘦了20公斤 被連擊上司的這個 吃50塊錢的自助餐 吃出來 哈哈哈哈 總之每天就是吃一碗白飯 啊 那個大眾湯 也是每個人都去咬那個湯的 大眾湯 那叫大眾 每個人都咬那個湯來喝的 一碗湯 那一小片肉吧 青菜 然後再一個 算什麼東西啊 好像一個荷包蛋啊 或者是這樣子 就是每一餐都吃這樣子 瘦了20 20公斤回來 50塊錢 50塊錢那個時候可以買一個便當 在台灣是可以買一個便當 現在一個便當一百塊吧 也有比較貴的吧 50塊錢還有 50塊錢一個便當 但飯比較多吧 我們那時候一碗飯 你要加甜一碗飯 還要給幾塊錢的喔 還要給5塊錢喔 一碗飯還要加5塊錢 嗯 不是飯讓你吃不要錢的 歐歐肯育沒有的 擺在那裡自助餐不是歐歐肯育 是要算錢的 你哪樣菜 幾樣菜幾樣菜 加起來差不多50 他給你算 算好 所以要閉關 你閉關專修喔 比較好 不接觸 所以有一切的聲音都沒有 你看不到什麼 你也聽不到什麼 那時候最專一 專一儀家要閉關 好 離婿儀家 要上山 要登山 要到深山裡面去 一位儀家 可以度眾生 你已經相應了 可以下來度眾生 無修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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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更厲害了 你無修就是修 那就是差不多接近大園滿 大所印跟大園滿 相差不大 但是不同 不同 不同 有不同的地方 那麼大園滿法 你要看到這四個相出現 你修到有這四種相出現 保證你修的是正確的 在灌頂聚光法 你把所有的光聚過來 就有成就 再講笑話吧 這只是 懂得國語的才聽 懂得華語 普通話的才聽得懂 過中秋節 這個單位花葉餅 中午同門吃了一塊葉餅 然後去 就去賭錢 結果輸了一個中午 晚上下班一看葉餅河 就氣了大叫 怪不得我一個中午都不贏 原來這個葉餅 是乳酥做的 奶酥啦 還是乳酥還是奶酥 奶酥啦 奶酥 奶酥做的 是奶酥做的 所以他當然輸啦 一定輸的 這個也是有相應啊 對不對 因為他吃了奶酥啊 一定去賭錢一定輸 有一個八十歲的老翁啊 身體非常的強壯 有人問他健康的秘訣 他說 因為每一次跟太太 太太如果跟我吵架 我就出去散步 五十年來 我幾乎天天都要出去散步 所以他身體很健康 欸這個是好方法 只要太太跟你吵 你就出去散步 喔 到哪裡散步我們就不知道了 不過他散步散出來 散出一個身體非常的健康 因為 年紀大的人 唯一最好的運動就是走路 最好的運動就是走路 年紀大的人要記得啦 年紀大的人要記得啦 你的一頭貼在女士的胸前以後 便用死死的眼睛盯住女士的胸口看 過來一會兒 這個女士就不耐煩問了 醫生你在給我檢查什麼 醫生認為說 喔 對不起 因為他眼睛一直看人家的胸部 他當然就解釋 我是很專心的聽你的心跳 女士就問啦 你難道有特異功能嗎 醫生問 醫生就講 沒有我沒有特異功能 這個漂亮的女士就很迷惑的講 那你為什麼不把聽診器 放在你的耳朵裡呢 他 他只用 按在那裡 忘了聽診器放在耳朵裡 這樣聽好久 蛤 這個就是專醫儀家 專醫儀家 這個專醫儀家是這樣子專醫的嗎 不是當然不是 我們專醫儀家就是要閉關 專修那一尊 觀想就要正確的想那一尊 其他沒有 沒有亂想的 那個醫生也是專醫儀家 但是他專醫不對 那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女士 他也是坐在一個餐桌上面 對方是一個男士 也是坐在一個餐桌上面 兩個人一起在吃牛肉麵吧 那個男的沒有吃麵 眼睛就一直看著女士 那個女士的這個胸前 那女士呢 她帶走這個 一個 一個項鏈 那個項鏈上面剛好 有一個飛機 有一隻飛機 這個女士就問對面那個男士 她說 欸 你是很欣賞我這個項鏈的飛機嗎 那個男士倒是滿專醫的 他就講說 其實我不是欣賞你胸前的這個 飛機的這個項鏈 我是欣賞飛機場 這個也是專醫啦 但是這個專醫也是專醫錯啦 我們寫佛的專醫 唯一的專醫 就是在你在修的那一尊上面 專醫的想念那一尊 那麼你想念他 他也會想念你 你念他的咒 觸動他的心 你觀想他 然後觸動他的心 截他的手印 他的身印 他就會下降 這個就是專醫在修一個本尊 奧馬尼伯明奧